走到半路的时候 秦香莲这边制片人就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珊珊 你现在立马回去组 我告诉你 现在让你演秦香莲 我当时就傻了 那一秒我脑子是空白的 可能好像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的感觉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掉大馅饼的感觉 那就是拍秦香莲的时候 又认识了雪华老师 然后她拍完秦香莲之后 她就去拍那个宫衣 然后我当时也在横店拍戏 我就去看雪华老师的班 然后还有杨幂的班 刚好那个余震老师也在 她说你是珊珊 那个要不要来我们这儿演个角色吧 然后我就去他们公寓 客串了那个小宫女如冰 在之后反正也没有怎么跟余老师联系 然后有一天她说 那你再来给我客串一个角色吧 又客串了藏心术 一共客串了四五部吧 然后她就让我演了《王的女人》里面演于妙哥 于妙哥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演余老师 她戏里比较重要的角色 然后后来就有了公二 接到公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其实以前遇到的压力那都不是事儿 进了组之后 特别是从开始订装 上到导演呀主任呀 一直到什么剧组的什么场务啊 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是压力 他们都在质疑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 我莫名地进到这个组 就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当时会觉得我自己喘不过气 然后我就去找余老师 我说那个要不然我就不演这角色了 我说你让别人演吧 我给你心里面演其他的角色 然后余老师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你这女孩脑子在想什么 就我给你一个这么好的角色 你跟我说你不演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公二 我不敢看我到现在都不敢看 嗯我也不知道真的 不知道该去怎么面对这样一部戏吧 可能因为这一部戏我经历了太多 从从一个奔波到处奔波的一个小演员 一直到被所有人认识 所有人都在质疑你怀疑你 我觉得这这两边的这个过程 就是好像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所以说公二大家都来质疑你的时候 其实我挺不开心的 我也会不冷静 我会想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 我当时也会这么想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哎你没事你别放在心上 但是你说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 我觉得你内心再强大的人 你说你不 别人说你不好 你可以真的装作看不见吗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 都会放在心上 那么放在心上之后你该做什么 有的人就那我就这样了 那么我就是你要说我不好不可以 我会有一天让你说我好 所以现在就